面對自己害怕的事情 所以還是會害怕 然後逃亡 讓自己放鬆才有辦法真正的柔軟 真正的自在 沒關係 煩惱還是會來 有我們的自在好友維林安排著你 逝時的時候逃亡一下 逃到那裡去呢 那其實在你的音樂上你覺得你柔軟的克制是什麼 音樂上 曲風然後跟歌曲的內容 因為我覺得 一個詞曲創作者 好的歌曲其實是會讓大家感同身受的 所以那個訊息其實它是柔軟的 讓大家一下子就可以接收起來 那那些歌曲就變成 聽眾他們自己的歌 李安真的是一個很有實感的音樂人 你看腳趴的訊息不只是要讓大家聽得舒服 要把訊息正面的傳遞出來 所以這麼有正面能量正面訊息的歌手 聽兩首夠嗎 夠嗎 好熱 夠了好嗎 我們再請你帶給大家一首正面能量訊息的質感 好的好嗎 好的好的 謝謝維林安